我们是有御膳在身的人 不要说跪你了 就是直立总督上荣来了 我们也不跪 好好好 跪不跪的 本官就不管喽 就请总督大人上堂 有请总督大人上堂 总督大人 就请总督大人 您问案吧 李扬县 你别走啊 总督大人在上 哪有下官的座位 您问案吧 我告退 不要走 今日问的是药犯 万一有一天圣上问起了 你也好做个见证 既然如此 下官就当个漏共的吧 您请 您请 洪德瑞 你一而再再而分 扑风捉影 诬陷本官 在今天之上 已被圣上夺回 判了你流放曲阳 谁知你知恩不报 竟敢在服刑期间 勾结末入关记的女儿洪侠 要越行而逃 哼 洪德瑞 你知罪吗 尚荣 可惜上次在金殿之上 我没有能够抓住你的政治 再加上你勾结阁老 才有了今天的嚣张 还敢顶嘴 大行伺候 慢慢慢慢 总督大人要动刑 这动刑二字 要不要记着 你说呢 要记 要记 下官记着 嗯 齐阳县 你是要以本都为难哪 好 那就不要 那我就把它划了 划了 动吧 那就动刑吧 给我打 打 我有御膳在此 谁敢动手 御膳在如君在 尚荣 你也太放肆了吧 有御膳 呈上来 是真的 拿上来 是 你干嘛 假的 哼 许阳县 你真是有眼无珠啊 他一个春满楼的官记 哪来的御膳呢 啊 尚荣 你就不怕欺君之罪吗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胡说 是你们的胆子太大了 哼 居然拿一把假御膳来骗我 啊 哼 许阳县 这御膳是假的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好 给我打 好 那就打打 打吧 拉那边打去 走 少荣 走 走 到时候会让你吃不了 都是等 你们俩去瞧瞧点谁击鼓呢 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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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不收藏啊 谁在抛小公堂啊 何大人 还把滚下来接驾 哎呦 不知皇室亲临曲阳 臣罪该万死 万死 吴皇万岁万万岁 曲阳县 臣在 你平时就在这儿办公吗 回皇上 下官一直是勤恳公务 昨天晚上和总督大人一块办案 所以一夜未眠 那所以 总督大人 上荣果真在死吗 他来了一天了 他人在哪呢 他带着犯人到刑场去了 犯人是谁呀 红浴室和他的女儿还有一个姑娘 怎么判呢 斩立决 华生 这上午下手好快 哎呀 晚了 人已经杀了 杀了呀 皇上 皇上 杰亚青啊 你说得不错 上荣果然在此 只是天不随人怨 毕竟晚了一点 人死了 死无对证 那你干嘛不早说呀 一路是磨磨蹭蹭的 早说能这样吗 晚了吧 就晚了一点点还是晚了 皇上 说 你下官看来 这个人或许还没啥 你怎么知道啊 下官嘱咐过跪着手 告他不到五十三刻 不准行刑 那现在是什么时辰 是五十一刻呀 快背马 背马 背三匹马 是 快去 快去背马 快走 皇上 快 中军何在 小的在 为什么还不兴兴啊 大人 催过两次 柜子手说 一定要到五十三刻才能兴兴 为什么 我 柜子手说 来时 曲阳先令交代了 说 算命的说 不过五十三刻杀人 必有雪光之灾 现在 现在离五十三刻还差多少啊 爷 就差一刻钟 哎呀 我怎么 突然心慌劝 你 爹 你 女儿没能救了你 对不起你 夏儿 千万不要这么说呀 爹 乃一记书生 虽有铁骨 但无心智 弄得尚未对国家有意 夏儿殃及子女 爹 对不住你啊 爹别说了 女儿以爹爹为荣 夏儿这话说的 爹心里好受些了 爹爹也是觉得 为国为民 死而无憾 我杜晓月今生有幸 能亲耳听见一个大忠诚的 临终之言 废虎之言 我真的好感动 红玉使能为国为民 死而无憾 实在是国家之信 百姓之信 皇上也会替你感到高兴的 有小月姑娘的这番赞叹 公母死亦足矣 红玉使 五十三颗还没到 我们怎么会死呢 再说 就是到了五十三颗 该死的还不知道是谁 小月姑娘 怎么会有如此把握 天际不可泄露 不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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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快给我杀了 醒醒 再等等 时务还不到 我说不等 就不等了 杀 杀 看爷亲自接过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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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